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 大家晚安 今天气温回暖的同时 空气品质就要留意了 从台湾周围风场来看 今天是偏东风 而且渐渐转偏东南风 那么地形的关系 新竹苗栗以北 一直到东半部地区 都是迎风面地区扩散调节家 那么中南部是在被风下风处 污染物容易累积 午后也因为光荒 化作用臭氧浓度容易上升 因此在环保署的空气品质预测 明天宜兰花莲台东 都是良好的等级 那么基隆双北市 以及桃竹苗都是普通等级 至于在台中以南到屏东 整块都是空品橘色提醒等级 对于呼吸敏感的族群来说 是不利于健康的户外环境 而空气品质不佳 也是因为没有下雨 来清除大气污染物 在星期五之前比较有机会出现局部短暂雨的只有东部地区 其他地区还有澎湖金门马祖是晴道多云 那么各地在明天白天温暖为热 只是因为有辐射冷却的影响 所以早晚气温偏低 大约是16到18度左右 而白天会来到26到27度 所以建议您一些保暖配件不妨还是带着备用 生活follow me小丁宁告诉您 中南部最近之内还是没有降雨迹象 所以用水量方面大家还是要随时注意节约 而风场环境转为偏东风 那么西部因为是被风未至 悬浮为例还有午后臭氧浓度都偏多 所以建议您户外活动的时候戴好口罩 基隆北海岸到东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 这两天还是有地形降雨的条件 如果您长时间在户外活动 建议您戴着雨具备用 而稳定天气预估到星期五 到了周六有一道封面接近的时候 北台湾会稍微转凉 但是到时候这个强度不会像昨天这一波这样的凉冷 所以请大家继续的注意气象资讯 接着提供给您明天详细的数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